嗨 大家 欢迎回到初心熟男 从15岁刚出道时演出的第一部作品开始 他就被誉为是世界级的舞台剧天才 出登场就是顶峰 至今仍然是被日本人视为是拥有最强演技的三位演员之一 不过他更为人熟知的反而是崩溃这两个字 与其说崩溃是他的代名词 不如说他就是崩溃本身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段刻骨铭心的师徒之情 以及这位崩溃系天才的故事 富吉瓦拉达子亚 藤原龙野 1982年藤原龙野出生于日本奇遇县的致富市 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老妖 龙野这个名字是祖父娶的 希望他能像龙一样升天茁壮 想不到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想要升天的凡是身边的亲友 因为顽皮的他实在是个让人头疼的孩子 以四处调皮捣蛋为乐 例如当亲友在河边吃流水素面时 他就跑到河的上游尿尿 又因为爱看职业摔角在学校打架闹事什么的也没少过 又被称为致富的恶魔 上了国中后 藤原龙野在足球上找到了热情 还曾一度打入现大赛的四强 某天他到时代逛街时被星探挖掘 为了想跟朋友炫耀想都没想就加入了演艺圈 15岁生日的前夕 他在没有任何作品的情况下 在五千多名试镜者中脱颖而出 被选为舞台剧《深毒丸》的主角 选中他的人是当代日本剧场界的代表 也是享誉世界的大师级人物全川信雄 那时的他一脸开心 完全不知道眼前这位看似和蔼的长者 居然改写了他的一生 全川信雄这位导演在业界可是出了名的眼力 为了让演员达到他的要求 经常会出现过激的训练方式 言辞羞辱或是问候家人什么的还算是小case 排戏到一半随手砸出烟灰缸也是家常便饭 演员若是哭不出来 他就会恐吓的说 那放十几个图丁在你脚底总哭得出来了吧 刚满十五岁之前只在幼稚园演过青椒侠的藤原龙野 一触到就来到这么高压的环境相当不适应 但若是就这么放弃了也太没面子了吧 凭借着不想丢脸的意志力 他终究坚持了下来 而全川也用尽心力 从呼吸到发音 从走位到肢体动作 手把手地从头带领着这个稚嫩的少年 由名剧作家四山修斯所创作的生读丸 是不经事骇俗的舞台剧 集合了许多离经叛道的元素 主角生读丸因幼年丧母终日沉浸在悲伤之中 父亲买回带着弟弟迁戴的妓女福子 但两人一直水火不容 隔阂越来越深 在福子的诅咒下 生读丸双目失明 气愤地杀害弟弟作为复仇 父亲则因为打击太大而过世 意外的是 在经过了风风雨雨 家破人亡 生读丸与福子近视前嫌 以恋人的身份共同生活下去 以上的内容光用想的就已经够难表达了 何况公演的地点还是位于 英国伦敦的莎士比亚环球剧场 但藤原龙野却以15岁之姿 成功地呈现出生读丸各种复杂又纠结的情绪 他那情感丰沛又充满爆发力的演技 震惊了英国的剧品与媒体 三十年一遇的舞台剧天才 这响当当的名号 从此就成为了他的代名词 今は大主人 素晴らしい試合が期待的 大主人 大主人 二度に渡って立ち会うことができる この小次郎は幸福者だな 大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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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几年 藤原龙野几乎以剧场为家 与全川幸雄合作了二十几次 巨马的难度一次比一次更高 从三岛游记夫演到莎士比亚 公演地点也遍布了全世界的大城市 在二十一岁时 他挑战了被誉为沙翁悲剧中的最高杰作 《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 此剧在公演之后引起轰动 他也一战风神 横扫了日本剧场界五项大奖 也是史无前例的最年轻得主 这时的他已不再只是年轻的剧场天才 而是成为了背负着日本剧场界未来的指标性演员 长年下来 世界级的历练让藤原龙野拥有了超越同世代的演技实力 但全川的魔鬼式教育 跨国演出时的东奔西跑 早已经让这个误闯演艺圈的少年筋疲力竭 踢足球时患上的腰伤不时复发 长时间吼叫也让他的嗓子必须靠着服用药物进行治疗 当同侪们正在进行享受青春的时候 他却过着不吃安眠药就会睡不着的日子 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压力都让他想要放弃一切 回去当个普通学生就好 而这对在外人看起来合作无间的师徒 在长期的高压摩擦下 其实两人的关系早已降之冰点 连讲话都不愿意直视彼此 对于一路栽培着他的恩师 藤原龙也是又爱又恨 爱的是全川让他拥有了一个人人称现的演艺事业 恨的是就算得到了全世界的掌声 他依旧得不到恩师一个肯定的眼神 因为全川的理念是 演员必须处在被否定的环境下才能不断成长 爱之深择之切的道理他不是不懂 而是作为一个二十出头岁的大男孩 这样的压力与期待早就已经让他喘不过气来 爱情の裏返しでも爱も何もない 憎しみだけ僕に対する 僕も似合わせに対しては憎しみかな ふざけんだよここどこだよ 在藤原龙也强烈的要求下 经纪公司增加让他演出影视作品的比例 其中由名导演身作星二所指导的电影《大逃杀》 就因为剧本过于害人听闻而引起关注 描述日本政府由于青少年犯罪问题增加 通过了BR法案 从全球学校中挑选一个班级 将全班学生送到小岛上进行互相残杀的生存游戏 这种煽动性的题材引起社会热议 还让剧组必须在上映前到国会接受质询 上映后不仅成为年度话题作品 创下破30亿日元的票房成绩 日后更是成为许多游戏与影视作品的概念发想源头 担任主演的藤原龙也在片中饰演一个心地善良 却被迫与同学们刀刃相像的少年 他在面对暴力与死亡时的情绪掌握得相当到位 展现出超龄的成熟演技 势不可挡地一连拿下了日本奥斯卡奖与兰斯带奖的最佳新人 为他的跨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跨足电影圈的藤原龙也之后也接演了许多改编自漫画的电影 通常这类型的片都是毁坏原作 片粉丝前居多 但他就是有办法hold住二次元与三次元之间的落差 将漫画里那些超现实的角色还原出来 并获得漫画粉丝们的支持进而缔造票房价机 例如改编自大厂东与小田剑的漫画作品《死亡笔记本》 他就化身为智商超高的法律系大学生叶神月 与天才侦探L展开了一场精彩的斗志对决 到了改编自浮本身形的漫画作品《赌博默示录》系列 他在开拍前就减肥了10公斤 自掏腰包每天打麻将与玩小钢珠感受原作的世界观 虽然要把脸瘦到像主角开丝那样的锥子脸太强人所难 但藤元龙也的确塑造了原作那种生死相搏的紧张感 其中那个已成为流行语的名场面 给开四罐啤酒 他那绝顶升天的表情感染力十足 让观众恨不得立刻出门也要买罐啤酒来喝 更表体与日本演艺大师相穿造之的经典内心戏大战 两人不发一语 只靠着五官的肌肉互飙演技 真是浮夸到一个爆炸却又莫名的精彩 而作为近年来日本漫改电影中 毫无疑问的顶峰之作《神剑闯江湖》系列 藤元龙也则是饰演了原作者 何月深宏老师最满意的角色 志志雄真实 这个被维新政府背叛的顶尖杀手 是个无比强大却又悲情万分的人物 从炼狱之火重生之后踏上了可怕的复仇之路 为了真实重现志志雄在漫画里的造型 他的全身与五官布满了绷带 只能依靠着眼神与嘴角来表达情绪 在与主角健兴在对决时那种誓死如归的痕迹 以及人体自然时的狂笑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令人安心的强大演技 藤元龙也的票房号召力也是他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 总结以上三个漫改系列中 由他出演的七部电影 票房总收入就突破230亿日元 可以说只要有他的名字出现在演员名单里 漫画迷们就可以放心的进场观看 感受原作被真人化之后的感动 几个人出现了 貴様が伝説の巨獣 三つ首のヤーガだ 謎に包まれた巨獣を探す探検隊を阻むのは 古より伝説を守る原始エンジン 恐怖の毒雲タランチュラ これは何だ?まさか! 全てを喰らい尽くすジャイアントアリゲーター 探検隊はヤーガ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か? とっけー! これはすごいの出ちゃったでしょ ははは 有陣子日本的網友整理了藤原農野的作品 意外的发现这家伙在戏里的人生还真是无止境的惨烈 国中时被政府选中参加与同学互相残殺的生存游戏 过了三年成为被全球通气的恐怖组织领袖 上了大学后开始用死亡笔记本想要推翻体制 成为新世界的神 结果不慎为朋友作宝欠下了大量负债 被高利贷集团押送到地底世界挖矿 好不容易返回人间后 他又被同伴出卖展开复仇 还一不小心被神秘美女诱惑 意外的参加了一场杀人实验 到了现在 他则是一帆风顺的人生被窃取 背景被删除 身份被冒用 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漩涡之中 这样绝体绝命的人生也让网友们认真的起来 开始批评他的经纪公司 老师接眼这种角色好可怜 到现在精神状态还能保持正常真不简单 好想看到龙野君微笑的样子 希望藤原桑可以获得幸福 各种关心他的留言也引起了一阵讨论 也形成了一种罕见又妙不可言的奇特现象 也因为他在戏中经常陷入绝境 藤原龙也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他各种咆哮 崩溃式的演技 由于是舞台剧演员出身的关系 不能NG 每一场都不能重来的背景下 让他在表演时总是极度专注 猙獰的神情 嘶吼的模样爆发力十足 极具渲染力的肢体动作 总是能带给观众截然不同的震撼效果 但这样的表演方式在切换到可以特写脸部的镜头时 却容易给人一种用力过度 甚至有点浮夸的感觉 藤原龙也也很清楚 他这种天崩地裂式的演法已被定型 但每次他接到的角色 的确都是些精神不太正常 或是遭遇强烈人性冲突的家伙 而且剧本上摆明着就是写着要他深思历节的呼喊 声泪俱下的翻滚等等 就算跟剧组反应 导演也会说 虽然可能会被观众抱怨 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呈现出痛苦扭曲的样子 久而久之他也看开了 反正各种歇斯底里 过激暴气本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 想看我就让你们看个够 于是这个世界级的舞台剧天才彻底的放飞了自我 不论给他什么角色 他都能演到崩溃 积极的回应着工作人员与观众们的期待 尽情的在每部作品中悲痛的呐喊 惨烈的号叫 这种特殊的个人风格 立刻被许多日本谐星当作搞笑段子 甚至还出现了奇怪的藤原龙野模仿军团 刑 ended 刑切操竣章的 《 Comic-ona 》 《赤 tidak 》 《H》 《 waterproof 》 《包装》 《 temporada》 《富士 세계》 《富士山》 《赤ch日比赛 》 《SYK! 》《富士山》 《富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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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山城 祝福 祝福 何時是那個女人的味道? 祝福 祝福 誰是誰? 誰是誰? 在演出一些內心黑暗的角色時 有著一張可愛圓臉、八重齒、笑臉彎彎帶點少年感的藤原龍也 沒有來的神情變得猙獰 或是忽然冒出一句讓人毛骨悚然的台詞 總是能放大那種與外表截然不同的反差感 替作品帶來更強烈的戲劇效果 例如在《十億追殺令》中 他就飾演一個讓人髮指的變態惡魔 在他身上完全感受不到同情心與道德感為何物 直到在法庭上被判處了死刑 他依然能夠語帶輕鬆地說出讓人不寒而栗的台詞 讓人見識到什麼叫與生俱來的邪惡 如果要成為生俱來的 如果要成為生俱來的 在另一部作品《第二十二年的告白》 《我是殺人犯理》 他所扮演的神秘男子在追溯期過了之後 主動召開記者會承認自己是多年前連續慘案的真凶 以偶像般的形象與囂張的態度出書、上節目 甚至公開挑釁司法與被害者家屬 引起社會的騷動 在他那節奏精準又不斷反轉的演技下 這部電影叫好又叫做 不只為他奪下了該年日本奧斯卡獎的影帝 上映後還連續三周奪下票房冠軍 就連花了大錢宣傳的真人版改編電影《美女與野獸》 遇上他也只能敗下陣來 評價有口皆卑、票房又有保證的情況下 要找他飾演反派的各大劇組不得不提早預約他的檔期 看到林林總總的各種變態、殺人魔劇本擺在眼前 連他自己都傻眼的說 怎麼現在找上門的都是一些人渣角色 雖然在電視電影圈中闖出了名號 但藤原龍也也同時發現了自己在演技上的不足 主動找了相敬如賓的恩師全川信雄談判 希望可以於12年後再次詮釋那部讓他踏上神壇的傳奇舞台劇 《哈姆雷特王子復仇記》 作為自己在演技上的突破與挑戰 那時算倫敦的公演早已排定了其他戲碼 但全川在聽了他的肯求後還是默默地答應了下來 當兩人再度見面時 前一年在香港病島的全川已經虛弱到需要掛著氧氣管 由助理推著輪椅進場 這對師徒卻很有默契的都沒多說什麼 就像他們在剛相遇時那樣 一個字一個字 一個動作一個動作的琢磨著演技的極致 這段期間 藤原龍也過去所熟悉的痛苦與折磨自然沒有少 但這次他並沒有像過去那樣忤逆 而是盡力的配合 認真的聆聽 努力的學習 就像當年那個被誉為天才的少年一樣 在全川的帶領下緩慢但堅定的在演員這條道路上前進 在哈姆雷特排練的最後一天 全川忽然對著舞台上的藤原龍也說出了這樣的一番話 俗 Operation 2015年 在莎士比亚舞台剧的发源地 英国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的观众面前 藤原龙也再次擦亮了舞台剧天才的招牌 他出色的演出不只获得了英国剧品们的最高评价 也捍卫了日本恩师的荣耀 就在公演获得大成功的隔年 全川幸雄就因为肺病引起的器官衰竭过世了 5月11日 病室でお会いした実感が最後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は ごめんなさい アジアの小さな島国の小さい俳優にはなるなと もっと苦しめ 泥水に顔を突っ込んでもがいて苦しんで 本当にどうしようもなくなった時に手を挙げろ その手を必ず 俺が引っ張ってやるからと 1997年 二永さん あなたは僕を産みました 19年間 苦しくも 本当に 最高の演劇人生を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在那之後的藤原龍也 虽然演技一样精湛 气场一样强大 但他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 使用着充满爆发力的表情与动作 一次次的穿透着观众们的心灵 甚至连他招牌的崩溃桥段 也越来越少见了 近年来 他曾经在一次的采访中提到 全川去世后 他决定开启自己第二阶段的演员人生 虽然有点孤单 但也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解脱 作为一个看他从小崩溃到大的忠实观众 当然不免俗的还是会期待 看到那个我们熟悉的藤原龙也 但我更想看到的是 这个三十年一遇的舞台剧天才 未来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就像他的师父祈许的那样 作为一个出色的演员 在世界的舞台上意义生辉者 提醒一下在影片最后的小夜场开始之前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帮我按个赞 或是分享给身边喜欢藤原龙也的朋友 对我会是个很大的鼓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というわけで絶叫マシンが苦手な藤原さん 心臓爆爆いってきた そしていよいよ出発 まだ笑顔がいいよ めっちゃ怖いじゃん 大丈夫だろ ちょっと怖い 怖い 手凝固 怖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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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 心痛ない 心痛がやuar Benzo 怖い 悲哮 悲哮 冷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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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欢迎 是